看到它平高了對不對 平高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拖盆 拖盆的部分要很小心 一個重點的重點 土球不能閃掉 閃掉它就送家務病房了 你們所有的夥伴 如果土球閃掉就是根裸露的 要趕快請求協助 它那一顆就不能種下去 那一顆會死掉 因為它的根受傷的就不能吸水了 我們在拉的時候小心 然後這個我講的就是土球 土球不能閃掉 土球不能閃掉 所以你一定要再放下去的時候 要非常小心 然後呢這個根稍稍稍的 稍稍的大概一兩公分的根 稍稍把它拉出來一點點 我要再特別強調稍稍微的 因為呢有些人會求好心切 說什麼這個根要把它拉開 然後呢土球就閃了 它就真的半條命了 為什麼這個根要把它鬆開來 因為呢那個盆子借我一下 因為那個植物呢 它在這裡面呢 它的根呢 因為長不出去 它會盤在這裡面 就像那個動物一樣 被關在籠子裡面 久了之後呢 它以為它一輩子都住在籠子裡面 你必須要讓它知道說你回家了 你要把它根稍微拉開 然後它的根才會往旁邊長 不然它會 它會一直以為它住在盆子裡面 那一直以為住在盆子裡面的時候 會形成一個叫盤根 它的根當沒有辦法往這個旁邊長出去的時候 它的根沒有辦法擴展出去的時候 會影響什麼 這一棵樹永遠只有這麼矮 它永遠這麼矮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達到它的 生殖的能力 它的能量不夠什麼都不夠 它就會萎縮掉 所以你要協助它 你不要小看這一公分 這一公分 它的根才會往外長出去 好 我們繼續下一個 好 接下來我們來附土 附土有看到這個土塊 土塊 我們盡量把它鬆開 只要看到土塊跟石塊要把它鬆開 剩下的土 剩下的土 因為都很寶貴 剩下的土 就是跟著石材一起收回去 好 我們弄完之後對不對 弄完之後 好 我們在講說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的種的樹 直徑一公尺的地方 草要除對不對 但是呢 除草的人工是很貴的 所以我們用 這個叫做防草墊 防草墊 那這樣的話 剛那個麗輝老師講的 蔓藤它可能也會抑制它 草也會抑制它 讓我們可以節省很多人工 那我們經過了三年五年 再把這個防草墊 因為它是不支部 我們還是要回收回來 它這個防草墊可以撐很久 可以 然後這個防草墊在釘的時候 釘的時候 這個開口 這個開口 必須要交疊十公分 然後釘的時候 第一根呢 要釘在這個開口的地方 然後注意一下 這個我們釘的時候 這個釘子 尤其有小朋友的 要注意一下 這個釘子是很銳利的 不要受傷的 然後我們釘四個角 我們今天這個石頭比較少 那有一些大杜山的造林 這個山坡地石頭是非常多的 斜坡也一樣 斜坡也一樣 如果說你有遇到有大的石頭 你就不要用釘的 你可以墊石頭 你聽到這不是鞭炮 這是槍聲 旁邊有靶場 然後接下來呢 你都弄好了之後對不對 都弄好之後 接下來我們是澆水 那澆水的時候 因為它是 它是 從種子發芽到現在 它是可能是 它最後一次澆水 所以在澆水的時候要跟它講話 謝謝它 然後在澆水的時候 因為你澆太快的話 水會怎麼樣流出來 它就吸不到了 所以呢 你在澆的時候 在澆的時候 請你的夥伴一定要慢 讓它 讓它土剩下去之後 土剩下去之後 再澆 不要現在是有水對不對 你硬澆的話 水會怎麼樣 會流到旁邊去 這一瓶水它就喝不到了 它這一瓶水至少要讓它撐一個禮拜 因為它等於是放深了 知道嗎 所以你要讓它水澆得很慢 水下去之後再澆 水下去之後再澆 然後每一棵樹 最後這樣一瓶水 那我們等一下工作人員 我們就幫忙再把它樹澆完 然後像這個 不是有開口的地方對不對 你如果旁邊有石頭或什麼 你再把它壓一下 我們就再找個石頭壓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到這樣的動作 有沒有OK 我有個建議 我種過很多樹 像這種地 我都會在旁邊 你挖起來 中間那裡畫一個護城河 讓周圍地方是一個凹 那你水澆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在那個凹 然後慢慢生下去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 這個是算是野生的樹 跟果樹比較不一樣 因為這樣種這一棵 主要它還是要靠雨水 靠土地下雨之後的水的涵養 其實它在今年 今年為什麼我們在三月份種 要趁著它的雨季的時候 它的根其實長很快 它會長到下面的寒水層 如果你下次你拿鋤頭去挖 其實下面的土是濕的 它要讓它在三個月內 因為它要在夏天之前 在進入乾季之前 它的根一定要長到寒水層 那長到寒水層的時候 這一棵就火了 那植物呢 我講一下植物的根 它要長的時候都是靠雨水 在雨下的很大的時候 它的根就會開始長 然後呢 因為當很乾的時候 土是硬的時候 它根很難長 當它在下大雨的時候 它才有辦法 根才有穿透那個地層 到寒水層去 所以那個梅雨季節的大雨 對植物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疑問 那個 在附土之前 可不可以就先浇一些水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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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這樣子 這樣浇就可以了 因為你附土之前 你浇水它 因為它最重要 還是在上面的部分 上面的部分 還是先浇水 因為是在那個 在把那一層 你主要 你主要 因為我們最重要 還是要讓它在 在它的那個直屑的部分 還是水能夠保留比較多 會比較好 先把水浇完 再來倒這層 那可以 也可以 你說先浇水再做 對不對 這些東西 當然是都 都可以 但是我們就是 既然沒有差的話 我們就是把它做一個 叫做標準 因為怕有些人忘記 你說你前面 後面都可以的話 我怕有人忘記 所以我們把 浇水放在最後一棟 浇水放在最後一棟 然後也可以 只要都有完成就可以 對對對 但是你浇水放在最後一棟的話 就是 所以這個動作 不會很困難 對不對 因為我們已經 挖洞的部分 已經做完了 然後你們已經把 水已經放完了 所以當天他們 來操作的時候 要告訴他們 你們不是那麼輕鬆的 因為我們已經 做了八成了 你一定要讓他們 理解喔 不然他們以為說 這沒什麼 輕輕鬆鬆 然後下一次 他報名說 我要種五十棵 他要知道說 其實有很多工作 大家幫他做完了 那如果說 大家還有 可以幫忙的話 我為什麼要把這個工作 做簡化 因為很多人是生平 第一次種樹 他是 他這一輩子第一棵樹 如果是一個 很辛苦很狼狽了 他會覺得這件事情 跟他的生命 就脫節了 我們希望說 讓他是一個美好的 所以我們幫他做80% 剩下20% 讓他完成 那有那個美好的連結 這樣好嗎 然後他有美好的連結的時候 下次就可以 跟我們一起來搬水 知道嗎 好不好 所以我們需要循序漸進 一下子太難過的話 大概很多人 就打退堂鼓了